2023年初,一部拍摄于云南大理的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热播,让这个以沧山而海著称的旅游城市走红,成为当年热门旅游目的地。 3月8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副书席、州长陈真勇接受中心社专访时介绍。 过去一年,大理旅游热度持续攀升,尤其是年轻游客增长特别迅猛。 我们全年借贷的游客达到9530万,这个增长了67.4%,旅游总收入实现了1603亿,增长了104%,全面超越了疫情以前。 2023年,从年龄分布来看,年轻人的增长特别迅猛,年轻人已经成为大理旅游的主流。 有一组数据,90后、00后分别占游客的38.24%和20.59%,其中80后占比17.35%。 过夜的游客停留的天数从2019年的2.64天已经延长到2023年的3.29天。 2023年,文旅成为热门话题,许多城市凭借创新模式频频出圈。 陈真勇认为,文旅之所以持续火热,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,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紧密相关。 如今,旅游业已从传统的观光时代走向休闲时代,从看景走向入景,人们更注重旅游时的精神体验。 陈真勇说,大理要抓住机遇,不断提升服务质量,努力从网红走向长红。 面对如此庞大的流量,对我们的吃、住、行、鱼、购、游等要素和基础设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 当游客超过一个城市的承载量,体验感下降,很多问题会爆发出来。 我们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和总结,持续地进行增改。 我们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十条旅游新规,坚持旅游投诉,不过夜30天,无理由退货。 平气了主团队买门票,进景区的旅游模式,破除了对门票经济的依赖。 我们倡导全州四个景区,人人都是导游,各个都是服务的理念, 做一大程度的满足游客的多样化,个性化的需求。 我们大理不做文旅行业的跟风者,不做简单的网红城市,而是做藏红城市。 我们要做历史文化的保护者,民族文化的传承者, 在地文化的创造者,时尚文化的引领者,不乱的努力, 让文化旅游真正成为负名产业,开创大理的美好生活。 如今的大理,吸引人们前来的不仅是秀美的自然风光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 许多自由职业者,数字行业从业者,数字游民来到大理定居。 陈真勇表示,大理非常欢迎这些新居民,也会为他们做好服务。 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人,少的时候有一千多人, 这个基线他们不断地在流动,我一直关注他们, 其实我跟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好朋友, 我经常跟他们交流,希望他们能够带更多的朋友来住在大理, 然后在大理远程办公。 他们选择了大理以后,他们发现他们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生活, 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, 让他们在大理乐此不疲,更好的创业。